在孩子们在小的时候 比如说在他青春期以前 他知道了自己要付出 然后自己要培养起来这样的习惯 到了青春期 他的这种努力就变成了他的一个习惯了 但重点的就是说 第一个不能贬低孩子 不能忽视孩子的这种努力 第三个要陪着他一起 我觉得其实学习很难 他一直是快乐的 对 但是那个结果如果好的话 大家才会快乐 所以你会看到成绩好的孩子 他的成绩会越来越好 他习惯了 就这个状态 所以给孩子一些挑战 让他看到自己是有可能的 这个是重要的